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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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助理本意为深度学习 未避免误解 所以全面停办 那我想 我个人觉得 这一个公文上面 这个说明光就文字上 基本上就不太符合逻辑了 我简单来说 如果是 到底有什么误解 误解是应该要澄清 那更何况说 其实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讲 什么东西什么事情 合不合法 不是单方面主观认定 我们觉得还是应该 回到一个法律层面上 来看这个事情会比较清楚一点 那我刚刚已经有提到过 学校会发这份工 我会做这样一个决定 其实等于是 针对教育部的那一个 指导原则 以及 在更往回推 在过去的这段时间之内 我们工会一直有在纳保的议题上 有提供学校的一些建言 那我们也施行了这个 检举的老检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老检之后来检查 然后就有几张罚单出来 那几张罚单照学校的做法 是把它转嫁给各系所 甚至说执行计划者 本人个人 这个事情我们在之前的 几次记者会里面 已经有提出来 也延迟批判过了 那我们讲法律 就举这个例子 缴罚单这件事情 当时学校的回应是说 罚单这个东西 不宜由公务支出 那我们事实上工会 也针对这件事情 去含请教劳动部 劳动部给我们一个回函 我这边有这个文号 是1040131349 那细节部分我就不念 这个文 劳动部的回函 最后一句话是说 学校雇用兼任助理 应依上开规定为 其投保劳工保险 如有违反规定者 这个是重点 应何处投保单位 罚缓再强调一次 应该缴罚缓是 投保单位 不得要求其所属员工 例如教室或者计划主持人 带为缴纳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学校过去这段时间 在劳动权益上的一些做法 基本上我们的理解 我们的观点来看的话 是基本上是在逃避法律的这种规范 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脉络 在这样一个法律脉络之下 我们会认为学校会在6月25号 发出这一个全面停止 教学助理申办的这个公文 它背后的目的其实如出一策 也是想要逃避法律上的这种规范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程序上 我觉得是非常有很大的这个争议 这个案子这个决议 攸关师生重大重权益 它事实上这样的一种决议要成立的话 应该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我想学校请这当位 应该都非常非常清楚了 我们没有公听会 没有说明会 然后没有经过师生 然后行政三方 然后没有经过一定的会议的程序 做成这样一个 我们认为这个在程序上 也是没有具有说服力的 第三个从预算面来看 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不合理的一个决策 因为这个事情还牵涉到纳保的预算 那纳保全面纳保到底占学校的 会多少的这个预算 我们基本上到现在为止 都还没有得到一个 可以具有说服力的一个数字出来 据学校说是要一亿七千万 但是我们从教育部的说明当中 教育部出估全国的兼任助理 大约有十一万人 如果就十一万人这个基础来算的话 投保的预算大概是要九亿多 请各位记者可以自己算一算 如果说全国出估只有九亿多 师大就要一亿七千多 难道师大有两亿两万多名助理吗 这个就预算上纳保的预算上 基本上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 那再加上说学校的这个经费预算 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我觉得我们要要求学校应该有一个公开 透明的这样一个程序 师大今天没有从事这两个强制性的规定 六十日之前应该要通报主管机关 应该要告诉劳工 应该要告诉工会 同时他也没有在十日内进行劳资协商 其实我们如果按照大解法的规定 我们向主管机关进行检举的话 师大这两项规定都必须要被裁罚 十万以上五十万元以下这样子的罚还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都是出于善意 所以今天来召开这样的记者会 我们是必须要告诉师大消方 你们今天的解雇已经是违法 你们不但违反了劳动基准法 因为大量解雇 你们已经违反了大解法 我们要呼吁 我们要诚恳地呼吁师大消方 请你务必在七月三十一日之前 将你的这一纸公文 你要退回你的这一纸公文 如果你还是执意 执意要违法解雇这两百名的教学助理 我们就一定会采取下一步的动作 我们一定会去向劳动主管机关 检举你们违反了劳动基准法 检举你们违反了大解法 谢谢 只顾赚钱 只顾赚钱 不愿纳保 不愿纳保 只顾赚钱 只顾赚钱 不愿纳保 不愿纳保 违法解雇 违法解雇 他会受造权 他会受造权 可以吗 有人在吗 有人在吗 可以回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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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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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可以出来说明一下对于大量解雇TA这件事情吗 就有没有翻 一两位进来吧 没有没有 我们现在需要公开的说明这件事 我们只是要教这个声明书就好了 所以我们要教这份 我们学务书的同仁在吗 准备简单说明一下为什么政大要解雇200名教学雇人 这是发言人 对 但因为学生今天有这样的疑惑 然后是不是 那如果就是可以了解清楚状况 你说来为学生说明一下 我们都会请学务处向大家说明一下 那可以请学务处向大家说明一下 那我们可以在这边等 我们可以在这边等 学务处的同仁在不在 需要麦克风吗 不用 要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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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 去给学务处吗 没有 请他们过来 请他们过来 可以方便请他们过来 我们今天这么多人在这里 是想要拼学到一个说明 我们这一只工尾 是分发到各系组 你们应该也要清楚自己 请他过来 我带你们去学务处 好吧 请他过来 我带你们去学务处 我们也需要一个 我们先递家好不好 先递家 我们先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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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家 递家 要递家 请问一下他 他现在在哪里 学务处在哪里 学务处在哪里 不在吗 有人在吗 請问副校长在吗 副校长在吗 在有工处 他也工处 好,謝謝 申請這件事情嗎? 好,看來,全校目前沒有任何一個主管機關能夠聰明這件事情 可以對我們這次的訴求進行任何回應 那目前高校公會這邊給予他們緩衝期限 是在7月31號之前 希望可以得到3天內 不好意思,更正一下 7月25號3天內可以做出更正的回應 那我們到時候就等著看 看我們的師大 我們的第一的教育大學 會有做出什麼新的決定 那今天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